2018年女足永川四国赛第二轮较量 由中国女足对阵芬兰女足 开场之后 中国队通过在中场的积极逼抢获得球权 11号王珊珊接应传球后沿中路推进 稍作观察之后 向右侧送出身后球 4号楼嘉惠面对出击的门将完成挑战 皮球最后击中门柱弹出之后 对方球员在门线处上演极限解围 中国队离近球只差一步之一 面对人高马大的芬兰球员 女足姑娘们敢于与对方进行身体对抗 王珊珊这次扛倒对方球员后 骑右脚的大力攻门再次对对方球员造成危险 随后 中国队继续沿左边路发动攻势 对方球员解围石不慎提供 王珊珊带球推进 17号古亚沙积极前场 两人随即完成简单的传递配备 最后的传中也是恰到好处 可惜15号肖玉仪在门前的巧射 被对方门将没收 上半场第12分钟 芬兰女足通过左侧脚球迎来了第一波攻势 张瑞在前点完成投球解围之后 对方的8号安提娜在禁区湖顶调整后抽射破门 帮助芬兰队率先取得进球 久攻不下先丢一球 贾秀全率领的中国女足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比分落后的中国队并未慌乱 球员们依旧按照主教练赛前的战术部署来进行比赛 21号卡特里在后场征下球权后 中国队随即完成反抢 王珊珊拿球后稍作观察 随即将球横敲至中路 可惜楼家会的迎球推射放了高射 中国队继续占据着场面主动 前场通过逼抢获得球权 王珊珊摆脱对方上抢之后将球转移 楼家会在右侧进行测验 与队友完成简单的传递之后将球传向紧距 王珊珊连停待过 抢在对方门将出击前将球捧进球员 不过主裁判在与边才商量之后 认定王珊珊在停球时守球犯规 进球无效 女族姑娘们并未为此受到影响 依旧在前场耐心的寻找进攻机会 胡雅珊在左侧的船中被对方抢先解放 中国队在后点继续控制球员 面对对方严密的防守 楼家会在禁区腹地闲停信步 显得十分丛额 将球传出后 16号杨丽娜在禁区湖闪开脚步 用一记抽射帮助中国队将凡分干净 随后 芬兰队中场传接球出现失误 中国队获得球权后迅速展开反击 王珊珊在前场左侧形成接应 胡雅珊继续从外线高速前叉参与进攻 中国队的这次进攻思路非常清楚 胡雅珊最后的挑射非常精彩 当然 对方门将的扑袖同样十分出色 上半场临近商品果实 中国队再次通过高位逼抢造成对方失误 20号张瑞尝试完成远距离调射 可惜未能成功 下半场开场不久 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芬兰门将米娜开出的大脚球击中了中国球员 等于送给了中国队一次空龙击 可惜王珊珊在禁区外的推射 偏出门框范围 下半场比赛第59分钟 场面被动的芬兰队终于再次迎来攻势 他们采用简单 直接的进攻战术寻找机会 最后 15号琳达的远舍 未能考验到中国队门将王世王 本场比赛 中国队的进攻多有左侧发现 17号 胡雅珊在进攻端的表现十分积极 这次接应队友的挑战之后 在禁区内稍作调整 完成了本场个人的第三角功能 几分钟之后 中国队在左侧再起攻势 胡雅珊接应传球后稍作翻带 随即的传中落点恰到好处 可惜4号楼家会未能将机会转发为进球 久攻不下 贾秀全指导随后换上身高1米86的杨曼 加强前场的高空球征底 中国队随即罚出远距离位一球 杨曼在禁区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征底 但是至少吸引了两名对方球员的注意力 最终 芬兰球员在禁区内守球放弓 主裁判判给中国队点球机会 20号张瑞一蹴而就 最终 中国队在开局先丢一球的情况下 连帮两球实现力章